券商一动拉伸 反弹行情是否来临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在上周五复盘的时候 我们明确讲到 目前上证指数继续下涨的空间 已经非常狭小 在上周五指数收在了最低点 所以在周一大约里会有一个惯性下探 但是如果这个下探没有跌破 前期低点3477 那么将会构成一个30分钟级别的双低结构 如果跌破3777这个低点 那么将会构成3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 同样也会展开底背离反弹 所以对于周一指数的行情 我们当时给到的观点就是探底反弹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走势 很明显走势是符合预期 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天早盘 三大指数虽然开盘涨跌不一 但是随后都有一个惯性下探 之后展开了震荡反弹行情 其中上证指数在午后 证券板块一动拉伸 带动了指数的反弹 一度占上3500点 创业板则表现更为强势 维持了一个强势震荡上涨格局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涨的板块主要集中在三大题材 能源金属环保工程 民航机场旅游酒店 这三个板块主要都是由于周末消息面利好刺激 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属方面 在11月5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寒潮预警 近三天多地气温骤降10度以上 所以这刺激了供暖题材的表现 像今天天然气热力煤炭等板块都出现了反弹 进而带动了整个顺周期资源板块的反弹 然后就是环保工程 在周末的时候 国务院印发了污染防治攻坚站的意见 这刺激了环保工程板块开盘走强 并且在板块内部出现了批量个股涨停 然后就是民航机场和旅游酒店 这主要来源于周末辉瑞公司发布的一则消息 其公告称公司研发的新药对疫情防治有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美股市场 其他疫苗概念股出现了下跌 而民航酒店及旅游这些板块出现了上涨 好我们再看一下资金方面 截止到下午2点12分 两市的成交量达到了8700亿 这个成交量对比上一个交易试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我们预计今天两市的总成交量应该在10500亿左右 好那么指数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具体走势 首先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在日线图当中我们注意到 上证指数在跌破前期上涨趋势线之后 一度超跌指数探底到连线附近 我们知道连线是作为刘雄的分界线 并且连线附近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 所以这个位置在短期内大概率会出现止跌 实际上从走势当中也发现了 上证指数在连线附近连续出现了下影线探底回升 所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短期的底部 有反弹的预期 我们预计第一反弹目标在半连线附近 那么具体会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30分钟图 从上证指数30分钟图当中我们主要注意几点 第一点就是在11月20日的时候 上证指数在30分钟级别走势上已经构成了底背里 那么这意味着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存在底部的这种预期 然后是11月3日和11月4日 上证指数在30分钟级别上构出了一个小双底 这进一步确定了3477的低点就是目前市场的低点 然后就是近段时间的走势 上证指数在反弹之后再一次下探 并且形成了一个二次底部 那么这个二次底部出现之后 我们预计指数短期之内反弹是一个大概率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盘面我们主要是看反弹 好指数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板块 今天我们以9公共的形式来把市场当中的9个热点板块表现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档就是环保工程 民航机场旅游酒店 这三个板块都是在周末利好消息刺激之下出现了上涨 我们认为这是短线机会 像环保工程这个位置出现了底部放量反弹 不过上方仍然由多条中期均线进行压制 所以其反弹的持续性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操作上可以逢高适当的降低仓位 然后是民航机场 很明显今天出现了跳空高开 并且出现了冲高回落 这种走势主要也是在短线上的一个拉高 那么在这种拉高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逢高减长 然后就是旅游酒店 其走势和旅游酒店基本上类似 其炒作逻辑也是一致 因此在策略上也是逢高减长 好然后我们看第二档 锂电池新人员车天然气 这三个板块同样也是因为利好消息刺激 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工信部发布了新人员汽车方面的利好消息 这刺激了锂电池和新人员汽车板块的上涨 从短期走势来看 这种上涨有望延续 但是我们要提示大家 目前这两个板块总体位置是处于相对的一个高位 那么在拉伸之后仓位控制仍然要引起重视 然后就是天然气板块 这个板块目前的走势主要是受到北方供暖的影响 不过从今天的盘面走势来看 资金关注度并没有得到大幅的上升 所以这种异动拉伸更多的它是一种短线机会 当然如果这里大家还没有听明白这些板块的上涨逻辑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五频里面讲的很清楚 好我们再看最后三个板块 券商国产芯片风能 券商板块在今天午后是出现了放量上涨 板块涨幅一度超过1.5% 很明显券商在底部开始了异动 我们前面讲到券商板块 目前的位置已经是一个超跌地位 板块经过联系的调整 已经回踩到上涨趋势线附近 而这个位置极有可能形成第三次地点 券商板块在5月和8月形成了前面两次地点 之后是展开了波段上涨行情 那么在第三次地点形成之后 我们同样相信大概率会展开下一轮波段上涨行情 当然走势上我们主要关注成交量是否能够释放出来 好我们再看国产芯片 这个板块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讲到 双底结构形成之后展开了放量反弹 60均线作为这个板块重要的压力位 短期在突破60均线之后会展开震荡系盘 并且回补缺口 那么今天的走势很明显就是一个下探回升 回补了缺口也再度站上了5支均线 那么这个低点大家是否把握住了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板块 风能 风能板块目前的走势是处于一个震荡反弹 短期走势上则是处于箱体震荡 为什么把它归类为箱体震荡 我们可以对比到风能板块前面的走势当中 在9月下旬的这一波调整当中 很明显是在同一位置出现了震荡系盘 这个位置积累了大量的套牢盘 所以板块要突破这个位置 首先就要展开洗盘 清理掉这些套牢盘压力 那么在操作上我们主要就是把握区间之内的低息机会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歌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 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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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论区留言